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首先我們要來歡迎的是 第一組英連異班三位同學所帶來的 自主學習主席互動時魔術檔案 掌聲鼓勵 各位主唱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101的宏盛 蔡依倫 陳香蕾 然後我們今天的這組學習的 成果分享的主題是互動時的魔術檔案 然後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的各個內容跟主題 這個想必大家沒有玩過魔術檔案 該也要看過魔術檔案 這是我們最常見的33個魔術檔案 然後魔術方塊再更進階一點 可以由多個魔術方塊去拼湊成一幅化 然後魔術方塊再進階下去會有各種不同的形狀 比如說就是像三角形 左邊形 圓形 甚至是不規則的形狀 這是我們找到最特別的魔術方塊 這個魔術方塊有三大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多種玩法 它有四種玩法 機關模式 多人模式 還有記憶模式跟通關模式 並且在遊玩的時候 它可以訓練我們的腦部 訓練我們的防疫力 記憶力 專注力 還有大腦系調能力 而且它還是最創新的魔術方塊 想必大家應該很少看過要吃電的魔術方塊吧 這是我們是做遊玩的影片 這是照片 那我們的 為什麼我們要做呢 它看似雖然是很完美的 但是它其實還是有很多的缺點 我們在遊玩的時候 發現用久了它的卡屬 就會變得卡卡的 短蟲也會變得非常的不舒暢 而且我想在去學校玩的時候 我放進我的包包 就會發現我一半的婚約就被佔據了 而且相信我們這個年紀是最靈體的年紀 但是在華德府中 其實我們高高火拍我的朋友們 我們很少有能夠突破80分 這就是先前的版本 這是我們的版本 我們的版本 我們將體積縮小多少 這樣它更方便攜帶 也變冷 並且我們還 把它的裡面的程式的門檻降低了 在遊玩的時候 一玩就上手 也可以輕鬆拿高分 並且我們把原本的轉軸 改成了磁力磁吸技術 不管玩多久它都不會卡路 我們需要用到的工具有 ARSHIP TINGER CAT 3D電影機 還有電子引鍵 我們的時間規劃有六個 一開始我們尋找主題 尋找到主題後就開始編寫計畫 編寫完成我們就開始推動了 推動的期間我們遇到了許多困難 所以我們有困難與修正 最後我們做了一個結果通正 並且向未來去延伸 在實作的部分 我們利用ARSHIP 和老師在場上 將我們的姿勢 把腦中的立體體化出來 在電影的部分 我們將ARSHIP 聯合3D電影機 把立體體具體化 這是我們實作的照片 對 我們在座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困難 就是我們的模型要加一個蓋子 這樣子可以方便我們在裡面 去收這一些軟體 它編入法的操控 但是我們要 雖然我們拿著一個支架 好讓我們可以把體 輕鬆的打開它 但是這個支架 因為三滴電影機有一些BOX 所以在電影這個支架的時候 它就會生產出一些很醜的柱子 或是說整個坦塌掉 所以我們進行一些修正 這是我們第一個修正 我們將 我們將原本 雪空的支架 變成花洞的 這樣子就可以立開這些BOX 這是我遇到的第二個困難 因為我們在繪圖的時候 我把卡鼠的size 跟原本的模型的size 畫得一模一樣 但沒想到一出來 它卻蓋不上去了 所以 我們有兩種方法去改進 最後我們選擇了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用熱水融化 但是在融化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 模型 會變得凹凸不平 外層的搭檸 第二個方法是從根源解決問題 我們直接利用矇線 把大小擺掉 它是用一個雕浪配材料 這是我們最後 洗手後的頭震性的 其實我們沒想到 我們可以做了這麼多 所以我們 而且我們這種原本想要的好多很多 所以我們也從頭學上很多東西 像是我們學會怎麼用馬炫 怎麼用Kindercad 來繪製我們的虛擬電子圖 然後還有怎麼用3D電影機 並且因為我們在 我們做的東西是跨領域的 所以我們要接觸老師不止以為 我們也從頭學會要怎麼和老師討論 怎麼去溝通 還有怎麼去爭取學校的東西 就像3D電影機一樣 那這是我們未來的延伸 我們打算往高齡的話 學前玩具新體驗去做延伸 因為高齡我們可以讓老人 游玩這個魔術方塊 訓練他的手臂肌肉力 然後還有鍛鍊他的大腦 來演化他們的老化 學前玩具的話 我們可以讓幼兒遊玩 這樣子的話 一樣可以學他的重複發力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鍛鍊他們的專注力 讓他們未來在成績上 學習項目更好的獨特 經體驗 我們透過五段的創新 延長產品生命週期 增加多樣性 以及有趣 讓一起遊玩的時候 都能夠始終保有新鮮感 這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